我们特别给他回向 他是来求帮助的 求救把的 在《影城回忆录》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 谭学法师说的 霸宅寒窗多乐阴 你看那一段 那个时候 他们都是在家居住 接触到佛法 知道佛法好 对楠言经非常喜欢 有几个志同道合 天天在研究 天天在读宋 也是机缘 不成熟 北方很少有人将军 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 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 但是他们非常难得 能够一步进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加 学习 能支持八年之久 难得 有这么长的时间 多少有一点功夫 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 就非常稀有 感动这个鬼神呢 来求超度啊 贪劳说 那不是他 是他一个朋友 他们后活开了一个小药铺 维持生活 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 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 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 打瞌睡 他的一个朋友 打瞌睡的时候 就看到的时候 有两个人进来 这是他醒了以后 跟贪劳他们说出来 跟贪劳说出来 所以来的这两个人呢 是过去冤亲战主 为了财务纠纷 打官司 这官司他打赢了 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 为这桩事情 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 逼债的时候 把这两个人逼死 也感觉到相当愧疚 这两个人来了 岂不是找麻烦了 怕是报复的了 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 这个面色很活气 在心里也变肝 就问他 你们来干什么 他说来求超度 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 他不是来找麻烦了 超度 他说行 那怎么超度罚呢 只要你答应 就行了 那我答应你 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 柴着他的膝盖 柴着他的肩膀 就伸天 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 就行了 你说凭什么力量呢 凭霸载寒闯 做了一年的力量 这两个人做了以后 没一会儿又来了两个 两个一个是个女的 还带一个小孩 再一看是 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 跟他这个小孩 死去的小孩 两个人来 来了问他 也是来求超度的 同样的方法 答应 我答应你超度你 看到这个鬼魂 踩到膝盖 踩到肩膀 身体 什么仪式都不需要 真正 这个超度人 他真有功夫才行 他要没有功夫 什么样的这个仪归 也不能产生作用 一定要自己 真正有修行的功力 那么换句话说 晚上梦到这些鬼神 来找你超度 证明你还有点功夫 你要没有功夫的话 他不会来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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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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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回向 那么环游一些不信佛的 或者是处处接触佛法的 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 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 朋友他的太太 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 所以他就很怀疑 梦到什么梦到邻居 那个太太也是过世没多久 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 三次做梦 问他要请 求他帮助 他非常困难 生活非常困难 他在梦中的时候 也没想到他已经死了 没想到 所以他就奇怪 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 你要问你先生 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啊 求你帮助啊 一个星期梦到三次 他在那里找我 那我跟他也很熟 跟那边都很熟 我就想到 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 没事没钱啊 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 我说没事情 你呀 烧一点纸钱给他 他果然就想通了 烧一点纸钱之后啊 再也没有做梦了 基督教不烧纸钱 他在轨道 轨道烧纸钱还真管用呢 所以烧纸钱这桩事情 你看印光老法师 在文抄里面讲过 他对于这桩事情 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为什么不赞成呢 佛法里头没有 佛法里面讲超度 只是念佛菩萨名号 松经各大会像 可是不反对呢 这个人死了之后轮回 有六个地方去 那这个纸钱只有轨道 他能够受用得到 其他道都受用不到 那么如果他落到轨道 人家烧纸钱 你不叫他烧 不是把人家裁路堵绝了吗 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 他对你就起晨晦心啊 所以也不反对 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 就很好 不提倡 但是也不反对 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 跟佛法不相干 真正学佛了 那就不用这些了 最晓得梦境当中 梦到这些鬼神 与自己都有关系 他如果说是过去僧众 十僧 八僧 千僧 我们当然不认识 你看看 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 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 叙事的姻缘 他还会来找你 求你帮助 鬼的寿命长啊 人间的寿命短啊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墨鬼道的一天 是人间的一个月 所以我们祭祀鬼神 出一十五 正好嘛 他吃午饭吃晚饭嘛 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 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而且 墨鬼道的寿命 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 这是寿命厂啊 那也算是一年三百六十天 做一年 这个一千岁 你要晓得 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 所以张太延那个时候 做东腰大帝的判官 在鬼道里头 还看到韩裕 刘宗元这些人 你看汉朝时候 死的那些鬼在鬼道里头 他们都见过面 那么汉朝到此地 至少是两千年了 这鬼的寿命 比人寿命长得太多了 六道里头真的 人寿命短啊 但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 那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 佛经讲上 人的寿命最长的 有八万四千岁 我们是在警戒的时候 这个佛报很拨 寿命长 佛报就大 寿命短呢 佛很拨 佛虽然拨 但是要肯修呢 很容易 也不困难 所以修佛的语言呢 反而来得殊胜 用短时间修大福报 这个是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所以这个经文 我们要记住 这都是过去 这都是过去 曾中的父母 家亲眷属 有这个因缘 来找帮助 那么下面 这是帮助的方法 普广如以神礼 千世眷属 令对祝佛菩萨向起 智行自读词经 和请人读 其数呢 应变和其变 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寺了 所以超度佛寺 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 自己能读最好 因为自己的心诚恳 是自己的家亲眷属 是为他这个心格外虔诚 自己要不能读呢 请人 请别人 所以一般都请出家人 因为经上讲 别人给他读 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 所以一般人都请七个人读 他才能得一分 就这么个道理 七七个人读 他才得一分 所以读三遍七遍 这个样子就好 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 我们一定要懂得 他才不属于迷信 你要说的叫人相信 他是四十 如是卧道眷属 今生敌事变速 当得谢徒 乃至梦寐之中 永不复见 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 梦不到他 他脱离轨道了 他得到利益 那么脱离轨道 多半又到人道来投身 或者负得力大的 他能够升到天道 天道总是逃离天以下 那生四王天 逃离天 那么经上讲的 多半生六说 如果要细说 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 那个佛报等级还是不一样 届时升到逃离天 佛报还是各个不同 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 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 有人大富大贵 有人贫穷下戒 同样的人生 这个佛报不相同 由此可知 同样的天生 佛报也不相同 没有佛的天人 佛很波的天人 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 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佛报的人 还不如 但是他的身是天生 那么这个道理呢 其实不难懂 你想一想 我们人 人道 但人生 畜生道 总不如人吧 有些畜生的享受啊 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 比方出生啊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 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 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 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出生啊 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 他的饮室齐居 你看多少人照顾 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 送到医院还车送了 是送送结送 你是这贫穷人 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 所以他是出生神 有福报的出生 比我们贫穷的人 夫妻大得多了 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 天人当中 没有福报的 不如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虽生天 也要有福报才行啊 那么生天凭什么条件呢 无戒是善 修得好 生天 如果要不修不施 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 生天也没有福报 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 你真有福报 无论在哪一道 他都下福 所以福报啊 是可以带着去的 这个是 是不会也失掉的 功德了 也能带着去 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 经常常讲 胡烧功德力 所以功德了 很不容易保持 富德没有问题 富德可以保持 功德 功德很难保持 功德 给主说 清净心 定会是功德了 所以 一有贪心起来了 成会心起来了 你的清净心 立刻射掉了 你立刻就被迷了 定会没有了 定会是功德 他跟富德不一样 再看下面这一段 这一段是下贱求悔 这是修忏悔法 复此普广 若未来是 由著下贱的人 何奴何卑 乃至著不自由之人 却是序业要忏悔的 这是先执 这个忏悔的 一类众生 贫贱是人间的 很苦的 贫是没有财富 贱是没有地位 在这个世间 我们 他跟富贵 是相对的 富是有财富 贵是有地位 贵贱跟贫富 这个差别很大 那么造成这个差别 是我们自己 往昔深中 俗造之一 产生的差别 如果要责怪 这个社会 平复不均 平复是绝对 不会平均的 这是一定道理 为什么呢 个人所造的 业不相同 哪里可能出现 相同的果报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圣贤人的教诲 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 因果报应的事实 大家都没有埋怨了 富贵人有义务 帮助贫贱人 贫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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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怎么能怪人呢 这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明白这个道理 就不会冤天诱人 知道了 自己没修 没修不要紧 现在修来得及 我现在肯修 来生就好了 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 只想服 不再修服了 来生就变成贫鉴 这才是真正的道理 青年法司 在这一端引用 避逆经上说 这是佛讲的 五四长三悲见 为人奴背 做奴背 这个在社会上 没有敌位 没有敌位 就称这为贱 佛说了 五种义音 受这个国报 第一个是 教慢 不敬二亲 二亲是父母 对父母的态度傲慢 对父母 没有尊敬 不孝 那么他来世的时候 会得这样的国报 第二呢 刚强无格心 这个格是功格 这一类的人 也会有这个国报 自以为是 处处不肯让别人 那么佛在这个经上 也常常感叹着说 严福提众生 刚强难化 为什么佛难教呢 这个习气很重啊 这是我们一般人讲 个性很强 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 第三种啊 放一不离三尊 三尊是说的三宝 亲满三宝 这个是前面第一条 是不敬父母 这是不敬老四 世出世界 大道 就是孝亲尊死 不敬父母 不敬老四 三宝是私道里面 第一表率 所以佛法是私道 是老四里面的模范 老四里面的典型 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 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 第四个原因呢 是抱窃一位生意 这个一生呢 敢偷盗 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偷盗的手法很多 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 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 在佛法里面讲 不愚取 那都是叫盗窃 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 不意义之财 你要是取不意义之财 做你生活合计的 那就是犯了这一条了 你不应该得到的 你要把它占有 你要把它取得 这也是悲见的意义 第五呢 负债逃避不差 欠债的不肯还债 这一生不肯还债 来世遇到的还要还 躲不过的呀 所以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知道 欠债一定要还 欠命还得要偿命 佛家讲 英国通三世 不是这一生的 这一生你读过了 来生怎么办 还有后生 生生世世 遇到的时候 还是要还 欠命的要还命 欠钱的要还钱 除非对方觉悟了 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 对方觉悟了 哎呀你欠我的 算了不要你还了 你欠我的命 也不要你还了 了了 那才行 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 他念念 放在心上 来讨债讨命 那就没法则了 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 汉朝的安石高大使 你看安石高的传记 在高僧传第一卷 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 过去僧中 他也是误杀 杀了这两个人 这一僧当中 来特地还两次命债 这两次也是误杀 他误杀别人 人家也误杀他 这是菩萨实现的 告诉我们的 成了佛了 成了菩萨了 也没有法子 还是要还命的 欠钱还要还钱 欠命还要还命 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 就可以不要还了 没这个道理 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 做佛做菩萨还不免了 何况我们凡夫 那么凡夫 还债还命 不甘心 这个不甘心 人家的麻烦就大了 还来还去 没完没了 就有这个麻烦 逃债还债 逃命 要命的 没完没了 深深失事 搞这个事情 苦不堪言 佛菩萨好在那里 他通通清楚明了 他有虚命通 他有他心通 他有天眼通 叙事的因缘 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那个一笔账 一笔账就了了 以后再没事了 他是心甘情愿的还 被人杀 杀得也心甘情愿 决定没有报复心 就是账到此地结了 凡夫这个账 借不了啊 就是说 不甘心 不情愿的 还有报偿之心 这个云烟借的就是 深深失事 没完没了 非常可怕 注意要是细细 你也体会到的一些事项 然后你才知道 为什么三宝要尊敬 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 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 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 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 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 这是世间任何法门 所做不到的 那我们知道 自己 处在贫穷下心 处在这个地位 晓得是这是自己过去身中造的物业 所感到的国宝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 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 挽救的方法呢 忏悔 你看 借知虚业 这是你明白了 这个借知虚业 不靠佛法 没法则 世间法里面也有 虽有不究竟 世间有学问的人 有德行的人 环游一些宗教家 他们也知道 英国报应的一些势力 也懂得修忏悔法 可是他们 这个知见不圆满 不究竟 因此他的忏悔 多半属于世上的 能有帮助 小帮助 不能够彻底 解决问题 确底解决问题 一定要帮助人 出三界 这才算彻底 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总是麻烦在后头 眼前缓活一点了 这个事情 没完没了 这才知道 佛法无比的殊胜 下面 这佛教给我们方法 智心 展离 地藏菩萨形象 关键 关键在智心 一真正 真诚 一真诚的心 清静心 真诚 清静心 就是赞悔法 那么由此可知 地藏菩萨形象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远 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 是因为你置心 你平常用心是用你忘心的 今天对这佛菩萨形象有真诚心 乃至一七一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 一七 七是一个圆满的数字 你找出时间好好地修七天 这个七天当中 支持菩萨名号 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 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 念地藏菩萨名号 七天 一七日中 真正 借其念佛 实在讲是七天七夜 不能中断 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 你看看七天七夜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个根性利的人呢 就得一心 得一心 超凡如深 你看这个前面 我们看到光木女 婆罗门女 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 一天一夜 那是根性利点 一天一夜 就得一心 得一心 就是菩萨了 就不是凡人了 所以他能够去参观 访问地狱 地狱鬼王 他勤教鬼王 这什么地方 鬼王告诉他 这地狱 真的我怎么会来呀 鬼王告诉他 能够来地狱两种人 一个是菩萨 一个是受罪的人 所以由此可知 他那个一日一夜了 他念到死一心不乱 才由这个能力 去访问地狱 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吧 跟利的人 一天一日一夜 就得一心了 跟一些利的人呢 七天七日七夜 也能得一心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念佛 他念佛的同修 别说一个七 连着打七个七 都得不到一心 什么原因呢 念佛不如法 最麻烦的事情 是夹杂 他念佛的时候 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 这个就不如法 固然要没有妄念 真正达到这个标准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七天七夜 真能成功啊 我们看 我们看净土圣仙路 网森传里面 宋朝的银库发誓 净土圣仙路上有啊 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 他的习气很重 他自己清楚 知道将来一定要躲地狱 造的罪业太多了嘛 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吧 心随进转 那一种法子 那么他就是由这一列 自知之明 自知虚业 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 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躲地狱 想到躲地狱就恐怖了 就害怕了 如何能躲地狱呢 在勤教他同餐了 这些同餐 就给他一本网森传 所以他看网森传 没看一篇 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 看了之后啊 他自己发心 决定去往生 把房门关起来 念阿弥陀佛 三天三夜 不睡觉 不吃饭 连水都不喝 三天三夜了 置心斩礼 真诚心呢 就感动阿弥陀佛 这阿弥陀佛就来了 他是三天三夜 真的人也受不了了 就念倒下去了 在昏沉睡眠当中 梦到阿弥陀佛来了 他是梦中 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 求往生 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的阳寿还有十年 你好好的 用功 十年之后 你受宗的时候 我来接应你 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 他说我的稀奇很重 十年这么长的时间 经不起外头诱惑 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 那还得了吗 我十年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跟你去 阿弥陀佛听了之后 我也点头 他说这样好了 三天之后 我来接应你 阿弥陀佛是很高兴的 这一下经行过来之后 这事情不假 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 他三天以后往生 跟你看 跟光木女 婆罗门女 这个境界完全相同 三天三夜 所以弥陀金山讲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 不假了 问题 你能不能执行 你能不能不假假 我们今天念佛 功夫不能成就 是在讲 现在怀疑 比较上少 但是不能没有 那个怀疑 你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原因呢 你对于念佛 往生的道理 跟四十真相 没有透彻了解 所以你的疑心没断 没透彻了解 真正透彻了解了 不怀疑 不怀疑 对于这个世界 绝对没有留恋 所以对这个世间 还有留恋 表示 他还有一 断依身信 讲经说法的目的 就在此 真正帮助 帮助大家了 断依身信 然后 那个功夫 就是不夹杂 果然做到 不夹杂 不间断 没有一个 不成就的 站着走着 坐着走着 不生病的 寅寇不生病 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 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 我们怎能说不相信 他们为什么做得到 这个不生病 业障惨掉了 智星就能参除业障 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 业障 你不肯认真去参除业障 所以你还有病魔产生 真心忏悔 业障就消除了 业障病 这个忏除能够好 你真正忏悔 那个功德 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 也离开了 他也得好处了 得利益了 所以忏悔法门 说老实话 八万四千法门 通通属于忏悔法门 忏悔两个字 寒敬菩萨修行一切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 不是忏悔法门 后面这是讲的 所得的国报 如是等人 尽此报后 千万僧众长生尊贵 更不禁三窝道苦 这国报 所以心情贫穷下极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 知道业因 回过头来 修菩萨道 如果说诗 这是讲从过去 为人奴悲 你要受主人的支配 你自己不能自由 得不到七天七夜 这个时间来修行 平常修行也好 而修行里面 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没有障碍 一切时 一切处 心中只有阿弥陀佛 一佛念佛 也不妨碍 也不妨碍你的工作 你该做什么事情 你还照常做 你还做得更好 做得更圆满 心里面 一切放下 一心念佛 有能力的 可以读经 没有能力读经 就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够了 我们在今代看到不少 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 往生的瑞相 殊胜无比 功德利益 我们亲眼见到的 所以一定要念佛 念佛第一功德 念佛无比殊胜的佛德 业障消除了 佛报自然就先前 业障没消除 也不在乎 认真努力去修修 来生一定有殊胜的国报 不但不读三无道 还能够超越六大轮回 还能够读许多多的众生 真地是自行化他了 转罪报之身 成菩萨身 岂不是跟菩萨应化 应以奴背身得度之 即信奴背身而得度之 不是一个样子吗 问题是你自己 是不是真的觉悟了 真的觉悟 就以这个身来修 就以这个身来镇骨 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 你念佛成就了 往生自在 你也能表现 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 过去在香港 东林军事的主人 老太太 念佛往生 那度她一家人 那 侯东夫人 他们一家 都是信仰基督教的 只有老太太念佛 不过她的儿女 很孝顺 也很聪明 虽然是 信仰不同 他们家里很自由 都很尊重 老太太 吃素念佛 她的儿女 媳妇 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彼此也能互相尊重 老太太往生的时候 跟她的儿子媳妇说 我们一生 这个信仰呢 彼此都没有干涉 都很尊重 我今天要往生了 我向你们有个要求 你们念佛送我 儿子媳妇也通人情 行 我们念佛送你 这个老太太真的是 诅咒往生 家人念佛送她走 看到这个情形 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 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 全部都回过头来了 你看她度她的家人 很有耐心 最后表演给你看 平常不劝你 一句话不说 很尊重你 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 看看你基督教 能不能坐着走 能不能与之时之 这个方法呢 把她一家人度过来了 不但度了一家人呢 影响到整个社会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 那个记载来访问 报纸 你看看影响多少人 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 度家庆眷属 有的是方法 你要真正懂得 你要真正表演给她看 现在人讲 她不相信 做出一个样子来给她看 她不能不相信了 这个注节里面 在56面 诸位看看 这是引用佛经上的 变异经上所说的 第一行 56面 第一行 佛告变异 由五四得为尊贵 众人所尽 这讲业音 你只要肯修 你就会得佛报 第一个是 慧 诗慧 苦广 就是多布施 修布施 你平等心 清净心 修布施 你得尊贵圣 第二呢 离尽三宝 集中掌腿 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 尊敬四掌 第三 仍如无有诚惠 第四 柔火千下 除世待人皆无 应当有的好态度 第五 不闻境界 吕金鼎 同达 对于戒律 他也明白了解 他能够遵守 他能够去做到 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 五种 得为人尊敬 在社会上 有尊贵地位的 古报的意义 所以你不修音 你怎么能得古报 你想得殊胜的古报 你要懂得 怎样修殊胜的业印 业印古报 丝毫不爽 今天时间到了 就是讲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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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